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午六点 家人从医生口中得知 阳春的情况出现好转 直到第二天 一直昏迷的阳春终于清醒了过来 小妈妈高兴的 女子转过来了 就好了 醒了以后人心里就高兴了 然后就没有什么事了 没醒的时候人心里还着急呢 头到了第四天到第五天 在最后咱会给我拉花 到大师那家 这时候高兴的就好 要想飞起来 几天后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也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孩子也脱离了危险 就像做梦似的 但是好像不像是我的小孩似的 我第一眼 第一眼见到心里挺高兴的 然后心里就感觉 自己也有小孩来 就是我小孩不可能爸 我是特别的那种幸福 特别的那种激动 为了赚钱养家 夫妻俩把刚出生的孩子 留给了爷爷奶奶 回到了延安 至今 已经有半年多 没见过孩子了 人家在老家里边 两个大人照顾一个小孩 人家肯定幸福嘛 如果我们这边的话 说不准 我还得要得也有人照顾呢 再照顾小孩 小孩也都受罪了 把电话叫我下一点子 只要一有时间 杨春就会和公共婆婆 进行视频连线 小枫现在每天 都要为全家的生计奔波 每天一大早 便要和岳母 杨春的哥哥 一起出门摆摊 想想比如说累了 或者什么 别人看着累了 自己其实感觉不到 因为有这个家了 你有什么目标 你就感觉不到 杨春杨丽姐妹俩 现在也都回到艺术团 继续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只有家里都高高兴兴的 幸福美满 帮我家小孩 用我最大的能力 把他会要长大 然后他想做什么 但是用我的能力 你可能买到他 现在就寄托呀 什么都寄托到 我家小孩身上 我们有一天